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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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叫劉韻哲 之前念中興大學水土寶石 那是農學學士 同學授子 一天到晚在講我的臉書 其實我很感謝雲辰大哥 因為他啟蒙了我以前 教育時期所受到的不同的史關 雲辰大哥 我要特地講一下 因為他曾經參加過 台灣教育協會所主辦的國家兵分論壇 那裡面你可以看到他 對於哲學的訓練 還有科學訓練所應該如何 跟實際如何 疑心的很清楚 我很推薦大家去看 雖然我不是書生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小怪 不這樣 我們現在有蠻多的時間 然後 我畢業了 已經畢業了 可以這樣講 那個 我現在是 劉王中的 然後其實我在台台灣的第一頁是覺得很難過 因為我媽媽會比如說我在看一些書 然後是有一些人他們的立場可能是比較偏一直緬懷228事件 然後會對過去發生的事情一直無法放下的感覺 然後我媽媽會他的想法會讓我覺得他好像是一直覺得說 人家都在當下你要再去記取歷史的那些東西 不然的話我會一直衝擊下去 可是就有一些人告訴我們說 就可以忘記歷史的教訓之類的 然後所以今天我就想要來聽聽看到底到底真正該怎麼做 謝謝 大家好我是林志堅 然後我一次畢業了 就是我之前讀歐一千該舞蹤 那之後會讀歐斯大和GBC 然後我也讀歐斯大和GBC 為什麼大家就會想問 我每個禮拜來講不到什麼 對啊 之前都講完了 所以每個禮拜來都要三個 對 哈囉 大家好我是林志堅 我未來參加這場的講說是因為說 我前陣子去參加了一個座場講說 吟喻堅法 那個座場的背後的這個主辦是 所謂的美國台灣政府 然後 對啊 對啊 因為我們對這東西抱歉的觀望 如果我帶來 因為我本身是季節去出生的 我像一般高中去出生的 你也同事或是歷史的東西不要說 然後我一直 我那天是第一次知道說 他背後的主張跟起源 那我想說 藉著這個機會 可以多了解其他部分的看法這樣子 我們現場沒有那個美國台灣人 或者是台灣民政 我跟台灣民政不是另外一個 對 他們兩個是不一樣的 我也知道 這比較多美的世界 現場有這兩個組織的人嗎 沒有 沒有 因為我也蠻好奇的 我也不太好他們在說什麼 大家好 我是泰如 欸 十秒鐘啦 十秒鐘 今天這個也是這樣 今天這個也是這樣 我覺得這才會 就是我一直很好奇的一個問題 謝謝 所以其實我們很擔心 這個問題會不會 就是這個議題會不會是太 有點對大家來說好像很堅設 可是還好喔 前幾天那個國台班就幫我們宣傳 哈哈 哈哈 他跟我們講說那個 什麼台灣的前途 要由所有全中國人民來決定嗎 欸好像 就幫我們宣傳這樣 所以想不到我們的那個 版圖已經擴展到 我們的大陸地區去了 因為我們現在依照我們的憲保 我們這裡是自由地區 我們已經擴展到那個大陸地區去了 好 謝謝下一位 下一位 大家好 大家好 然後 然後 設計產業 對 現在設計 蠻期待這些的 這些工作 謝謝 大家好 我是遊客 我剛剛才用咖啡來拍中玩 然後就 你是特別來參加 也就是耶 就是真的 有找到好伴的地方 然後就 就覺得很有趣 然後過來看看 然後就這樣 是喔 那我們先Cue一下那個好伴 好伴的經理 對啊 他們在找好伴 我們在看之類 哈哈哈哈 大家可以 突然你去幫我幫我講 一下子 哈哈哈 就是 大家好 入好伴的家園 對 然後 就是 如果你還要了解好伴的話 可以突然折騰之後再跟班聊 然後 要請 對 沒有這麼緊張嗎 你不是有點尷尬嗎 好 因為他是來好伴的 然後他突然跳進了那個折騰的網路 對 台北也有 對 台北也有 那你有去過台北的折騰嗎 一直想要去啊 然後就剛好來太多了 我們可以回去跟台北講說我沒進 哈哈 我們直接那個人先搶到他們那個一個觀眾 大家好 我是小碧 那我之前都會來聽 可是前幾個禮拜因為都沒有自我關係 沒有辦法來 很開心今天又回來了 所以這就是朋友拉著朋友 你就有點像是老鼠會的那種感覺 這樣解讀我也覺得蠻有趣的 各位好我是淑慧 有你的資工 謝謝 大家好,我叫日豪,然後我就上門,然後最近又變成好 大家好,我是台北直的常理直的,我叫日豪是下午餐 大家好,我是宇辰 大家好,我是陳陳怡,那我之前因為一些事情上半年來 今天這個主題很有興趣的,就算下雨還是要來 然後針對我台辦的一件事情,真的是該你屁事 用陳怡聊啊 大家好,我是宇辰,我對中間的產品也是很有興趣 但是我對歷史,我對的議題也是很有興趣,希望台中的時候我可以台辦 其實我們之前有聊過那個被害的保護的問題 雖然是我一剛才講過要招經啊 因為我們原本是要講被害,我們的確在談那個被害的保護 可是到最後大家會蠻容易受到那個死刑存費的吸引過去這樣子 好,我們有機會應該還是可以談一下死刑存費的問題 大家好,我是很棒,然後其實我是彰化人 然後最近在彰化有一個學生組織叫 簡稱幻章心 他是幻挺彰化七年一次聯合 然後他是由醫學員學生組織的 那他們最近也是每個禮拜都會在彰化辦一些演講跟活動 然後其他人也是還蠻不錯 然後這禮拜六在彰化基督教醫院的教學道那邊有一個見解台灣演講 然後是請那個醫界的一些前輩們來為我們 像蔣桂水一樣為台灣做一份診斷這樣 應該沒有請到蔣桂水 應該講賴河吧,賴河有什麼提的 賴河有什麼提什麼時候看,彰化已經很多 對,然後就是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收集一下 在哪個地方 在彰化基督教醫院的教學道 教學道 喚醒彰化青年聯盟 是 喚醒彰化,等一下 對不起,我們今天也記不太清楚 因為我們上禮拜有開一個記者會 然後又有邀請他們 那我們就誒,因為我們都沒有記過 我們就誒,不好意思請問妳 其實她說我們是換張系 其實她,對不起 我現在看到最初一更新的直律師 他們名字跟聖誠彰化工藝 是討厭的 公私潮? 呃,可是我們還是會做換張 好 然後那個教學道是一樓 像有星巴克那一樓 我記得是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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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大家,那個自我教導可以站起來看一下 那個 那我們那個上網的時候 就大家都不知道 都只看到她後面在講話 對 大家就好,我自己講 如果那個等一下那個 前面那個十秒鐘沒有講話 是不是就累積到下一個 對 那地石炸彈的概念 啊,我就走一樓 然後今天是我第一次來 所以我也是今天第一次教 要自我介紹 然後我喜歡哪一樓 謝謝 所以第一次來那個哏應該比較多 因為來海多次 所以去沒有哏 我來很多次 我來很多次 我像這樣說 坐一隻聽她 因為我每次都站在她 今天說 我以免都沒辦法 妳要去我都給妳 啊 其實齁 這個問題 我也很多 我在這個 其實很重心 啊,竹梁 我以後會 une筆都沒有資料 正在我希望大家 待會兒有什麼問題 要來問 啊 想說 我還要 我看到這裡 還有一個 他們的 你們的外賣 大概要買 幾年我看的那邊的 社會禪務 郭靖康 這次 這個 當瘋 這個壓店 那些 市財 市場 他們做意外 那這個 choses 我是很驚訝有那個時間 你到的有一個新聞來聽我一下 因為這一代沒有人是在說 李博鑫在旁邊 我錄製一位洪水 這是旁邊的事情 我說你要關心小費 你之前也有聽過小費給你看 他就說 我又是請見他在那些活動來參加 我忘記了 我明明太少我心裡了 我叫兩家水 我是這人禮拜五的廖廟進行 我沒有想到 大家知道那個鍾盛熊嗎 知道 他就在那個墨季咖啡 就是那個墨季咖啡有些事 喔 老單 亂講的啦 我們才有一個那個影片叫做 老單 鍾盛熊的 老單 鍾盛熊 因為大家都說他們兩個很像 所以他們現在可能就是 如果說有去佔領伊法 或者是又要去佔領總統府之類的 他們要互相通知 因為可能 如果是鍾盛熊去了 結果老單就被抓走了 哈哈哈哈 就是公共電視那個記者 還喜歡選舉辦公司 對 就是那個記者 老單是那個太多吉他人 不一樣 不一樣 同仁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吳怡婷 然後這是我第二次來折舞這樣子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是晚安 我是六月 然後今天會來其實 因為其實我是七十一年次啦 其實其實是這樣 然後我覺得我們這個年代的 這樣子的人都比較少 聽到一些台灣的分子的東西 我這一代的教育下 然後我之前出國的時候 也會面臨到很多外國人在問什麼 很多問題的時候 講不清楚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今天剛好有這個機會就能量 大家好 我是術語言團隊的Duke 然後看到這個題目讓我想到 剛剛有人提到說什麼民政府啊 什麼美國政府 什麼美國台灣政府之類的 美國台灣政府跟台灣民政府 因為有人跟我說這個是有法理的 對 就是說什麼舊仙山合約啊 舊仙山合約是真的 那開羅那個是假的 因為沒有白紙黑字 那就是說台灣地位 衛電院或說說台灣事實上還是屬於美國的 你們 各位有沒有想要說 為什麼每次台灣的民選總統 不管藍綠兩黨 當選之後都要先去美國報到一下 再回來 這背後有什麼含義嗎 還是一個什麼 一個什麼隱藏了什麼 大家都沒有去想過嗎 我希望今天能夠得到完整的解答 謝謝 應該是會得到一些不一樣的看法 對 大家好 我是宇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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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來個多次 然後我要說我今天終於做到了咖啡 大家好 我是山豬 我是中興大學的學生 為什麼會來 為什麼會來 因為這方面的議題算是我比較少會去接觸到或說聽到的 就是我的相關科系這樣 不然你平常都接觸什麼意思 數學 數學 好 下一個 我沒有那個 大家好 我是欣穎 那我已經來很多次了 但在這裡我要廣告一下 就是因為我在台中放送局工作 那就是禮拜六跟禮拜天 也就是明後兩天的下午 放送局有活動 禮拜六是下午兩點半是有主婦聯盟的講座 那講的是被遺忘的毛孩子 那就是講那個福島就是核電廠就是撤離範圍 那20公里內的那些被遺棄的就是動物們 他們如何就是為了生存而掙扎 那禮拜天是公式假日電影院 那這次的電影主題是幸福作業部 講的是外籍新娘的這個議題這樣 那歡迎大家有空可以來參加 謝謝 大家好 我是阿虹 那我是畢業於中山醫學大學台灣語文學系 那我好像也是那個老鼠會的議員 是蕭秉推薦我來的 對那這是我今天第一次來 那我大概知道折五大概兩個月時間 那很高興這次有機會可以來參加 謝謝 哈囉大家好我是安東 然後今年剛剛畢業於台中二中 也是一個很自由玩玩的禮魂 對 好謝謝 謝謝 講了 大家好我是安娜 就是還是要講一下 因為我看外面有新朋友 所以呢如果說有人還沒有寫這個email的話 可以留一下 那如果說沒有想要收到email的話 可以在臉書上面找到 哲學心理舞台中的粉絲頁 那可以隨時追蹤一下那個新的訊息 謝謝大家 大家好我是台中的愛維珍 恩 恩 因為我們已經 就是高三已經畢業了 聯網了 可是我覺得 還有聯網的局下手的話 你們到底有多少是聯網 可是 就是在 我們的神秘經驗裡面 就是 就是不會覺得台灣是流亡的 就是 就會覺得說 我們就是 活在台灣這個國家裡面 所以 我們不能說我們是流亡 我們要說我們是自由的 靈魂 靈魂 對 大家好 我是蘇菲 台中洞寶之工 那我自由很久了 那剛才聽到有一個同學說 明天在台中放送局 有那個被遺忘的毛孩子活動 那我覺得不只是在福島 台灣也很多 毛孩子被遺忘 那前天有個新聞稿 讓我非常的生氣 因為胡志強 他針對綠園道那邊 清美園道 因為假日停車困難 所以他有考慮要再開放那個停車格 他又提到說 在地居民的困擾 就是當地周日流浪狗的這種活動 讓居民很困擾 那我今天聽到一個很 很 貼切的說法 是 應該是胡志強讓我們比較困擾吧 對不對 同意嗎 同意 OK 那我就覺得說 狗救不完 其實很困擾啊 他難道會認為我們每個禮拜天都在那邊 當阿桑在那邊 在那邊送狗苦口婆心做宣導 是我們樂在其中嗎 我都覺得他是不是老大有問題啊 同意吧 OK 謝謝大家支持 然後 再一點 有養狗的人 拜託 幫家裡的狗打晶片 幫忙結張 不要再製造一些 不見得會被歡迎的生命出來 我在四月底捡了一隻狗 飛飛 非常非常可愛 姓榮知道 超優 可是他有項圈 沒有晶片 我沒有辦法幫他找到回家的路 他說是被忘記了 那有沒有人在找他 其實這是一個很悲傷的事情啦 那我很愛他 可是我不見得能夠留他 因為我家裡還有別的動物在 所以我都認為說 自己愛的動物 自己愛的孩子 自己要照顧好 然後 在自己能夠掌控的狀況之下 盡量讓他能夠安全 然後能夠回家 好不好 沒有打晶片的 趕快回去打喔 我在前天 在高速公路上面 又看到一隻 他站在那個路旁的那個護欄上面 好像很開心在那邊看 看風景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還好過了兩天 我繼續走那條路的時候 地上沒有肉漿 我就還滿開心的 OK 謝謝大家 就是我上禮拜六 六韓日的時候 我去默契咖啡 然後我去聽那個 幾經測意的那個演講 然後我覺得欣益啊 他 他有講到一個很 很 不錯的 一個點 就是他在講 國族認同 還有就是可能 民族或是 對這一片土地 就是我們稱之為 台灣的地方 的認同的時候 他是用那個 記憶所細之處 這樣子來形容 就是他說 可能是我們在 我們所構成的這個社會 然後我們在人人的互動 然後人人土地的互動上 然後可能 就是我們留下記憶的地方 就是我們認同 這一塊土地的方式 這樣 然後我就 我跟我朋友 就是以三 然後還有另外兩個女生 就我們有辦了一個雜誌 叫做起床號 然後我們在外面已經放20本 然後我們就是 我們這一期是在談農業 然後都市更新 然後就是其實是以大土的事件為主軸 他已經發生好幾年了 然後其實我們是希望可以 用更深入的方式可以去討論議題 然後我們也是希望可以高中生為主 直到達 然後也希望就是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索取然後或者是再告訴其他人 大家謝謝 大家好我是佳儀 我覺得今天的那個悲男好可愛 然後佩儲今天主持就是有一種 就是很目一心的感覺 因為以前也沒有對台灣 就是有流亡像的一個狀況有認知 但是之前去了 北印度的達安塔拉聽到 有流亡政府上才開始去 回過來看台灣的一個狀況 所以 你是說哪一個流亡政府 西藏 塗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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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講塗柏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今天很期待 你說這個杯女很可愛 超級可愛的 我很喜歡塗柏女 我們直接做的 那我們要先Cue一下那個做杯女 就是戴也是我們很志光的衣服 好 好 好 大家好 我叫戴銀林 然後對我是折五之公 然後 對啊 就是 這樣 這樣 那個 後面繼續我們等一下再挑 好 大家好 我是 我是 我是在台中 教育台北台灣 美國大學家政 因為我二次有交台灣輸入口 一項你會說 在學期的時候 我就是第一學 他說 日本時代跟疫情 這個疫情 這學期是說那個 這個 我就是在 丁學期的相伯的時候 跟學生 說一個問題就是 叫他們想 那個 國民黨政府是不是 政府 說這個問題的時候 其實 那個學生 其實是 沒有什麼人接受 都不是說 國民黨政府 就是這樣 因為 大家都 都在 日本政府是 民黨政府 這個問題 但是國民政府是不是 然後 結果這學期 講 八月公佈 講 很多 很多 大家 大家 可以接受人說 我那時候在講 台灣政府的問題 我也覺得 很多 都沒有什麼感覺 就有感覺 就是說 對台灣政府 國際地位的問題 所以 當然 我想聽那個人家 說 因為這段 我想要做一些 比較深刻的了解 謝謝 謝謝 我是 剛從台北莫過來的學生 然後 你是來看好辦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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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來參加什麼 就是對這個議題 那樣的 特地來嗎 因為我明天來 我去找你 就是 路口的 也不算 就 這個議題本來就是很 剛好 剛剛有個學生說 他上禮拜有去 激進撤衣 就是 我上禮拜一次 過去幫他 激進撤衣 開的 所以你是激進撤衣 你是誰 不算 不算 因為他們那個 已經很大 所以 認同 就是 如果只是認同理念 其實也不算 真正的 就是我 我是上禮拜一次 也是過去默契的 所以幫我拍 拍他們 我忘記這套 不要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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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到 有什麼案 可以叫我叫我 大家好 我叫我 那 本身是 那個 在於 其實在高中是在 臺中 對 所以跟臺中 有 有一些 有關 那我感到 是張望的 那 我 曾經 就是 在 畢業之後 去 美國 留學跟工作 教練場 的事情 所以 那個 慢慢就發現 其實在台灣的教育 有很多的 問題 這樣子 其實台灣很多的資訊 還有那個教育 對那個很多人的 那個 思想的塑造 其實引起了 一些 負面的作用 然後 這個 其實可能 現在社會上 也有問題的一個根本 那 另一方面 我個人是很喜歡旅行的 區執照在 超過四十幾個國家 所以也經由這個旅行的 一些經驗 可以看到更多的那個 世界各種的 不同的想法和 生活的形態 那我覺得就是 其實 大概從今年 或是去年 其實整個台灣社會 其實 讓我覺得非常的 表現出一個 有一些 變化的 那種 狀態 我覺得這個是 我覺得 相當 感到 快樂高興的 一個 一個 因為其實 表示說很多人 願意 比較關心 一些社會上的事情 從醫療運 真正 站起來 發展 那些 我覺得這個 應該是一個 一個 非常好的事情 因為 能夠從自己的 就是從教育 從被 教育 被 所謂被灌輸的一些 關鍵 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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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 可能在 我們教育 並沒有被提到的 很多那個故事 其實很多事情 我也不知道 但是 可能 或者是被 故意被 那個 像這樣子的 知識 還有一些 題目 其實應該更 更多人 更充分的 把它討論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 所以你是為了今天 這個節目而來 第一次 那其實 因為我家在彰化 所以 就順便 這樣 因為 就是這樣子 而且 或許 可以 更 看看說 是不是可以 學到一些 不同的知識 還有我們這些 我們歡迎你 下個禮拜來 製作中的 經常 來追悟 或者是 我希望說 其實應該有更多人 能夠盡他的力量 去做一些事情 不只是 來 因為 就是思想跟行動 其實是讓他們 有 有好的結合 是很重要的 就是這些 對 一句真務 有一個 就是在裹吹大家行動 如果只有思想沒有行動 或是只有行動沒有思想 這樣說 可能會有危險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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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 不多講一句嗎 這邊 來的就是要自我介紹 沒有一個是討論過的 大家好我是點點 那我也算是覺醒的初心者 那之前是有參加過318 然後之後就在台北流亡當直播主有任何的議題就參與 然後去幫忙做直播的動作 那也因為昨天就是國台辦的那一句話 就是我剛好路過森哥那邊就被抓去拍個照 然後發現自己的資訊還沒餓補完 所以覺得自己應該要在精進點 就是多補一些脈絡之後再說話 所以來到這邊也是老單推薦 然後我希望可以在這邊 因為我都是行動比論述跑得快 所以比較沒有大腦 所以需要再補補多一點的資訊 韓大欣認識大家 我是今天的研壓者 沒關係 還是等一下也不一樣 那我們一邊就等一下 大家好 我叫陳馨 然後我是台東部長的本學長 大家好 我是任天人 我是理責務職工 應該說我主張中國投資 台灣獨立嗎 中國現在也都投資啊 中國你們自己投你們的資訊 比較談到我們這裡 大家好 你找我處 然後我對這個議題 就是一看表題就很有興趣 但我是特地來 因為是好辦的實習生 然後你就暫停留啊 就是一聽到的話就是 會想到西藏嘛 然後對 所以我想就是 然後我是之前 台南學院的時候 我就才會 才知道就是 極力測一個團體 然後他們就講到關於 就是他們的論點是 我就覺得 嗯 台灣一定要建立 出自己一個 完全出自己的現場 還有 就是自己當地人的國家 就是我第一次聽到這樣 然後還有從第一上面 就是看到 有些人就是像剛剛講的 有些人覺得是 就是 是國民黨來佔台灣這些 所以我覺得今天就可以 躲遲到一些關於 就是 更深入的一組 跟他一起做 然後 然後現在 就是除了 獨立以後 在你這個地方 這個東西除了 心臟疼疼疼疼 還有就是隔癌 就是也有發生一些 這些問題 就是就可以 一起知道 好好看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是您是 好 不然可以實習生 你們現在到底有多少 會實習生 好 我是運華 我也是好班的實習店長 很歡迎大家這邊來玩 提長說 其實可以過來這邊走走 共同 謝謝 好 嘉遠剛剛叫我講 不要說我是實習店長 太多人 大家好 我叫軍師 我不是好班的實習店長 我還蠻高興的 因為今天我聽到說 有台中二中學生過來 我也是台中二中學生 我也是台中二中畢業的 太開心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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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 這位同學姓哲 我是嘉遠 謝謝大家 謝謝 嘉遠 還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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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 找來一家 這兩家都會 不是一條 其實我也是在看 不好意思 我來這裡聽 大家說的 我心靜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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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 這是 好 聽她注意 謝謝 好 謝謝 三還有一 day 謝謝 最後就我了 大家好 我是佳優 然後我是台灣人 我注定到的東西 然後 這個話都是剪別人的 對 都是剪別人的 我們應該知道說這句話是誰講的 不過你就希望說 大家都可以把這句話不只是用來講而已 我們希望這是一種生活的模式 對我來說不管是 我也是可能一直到大學才開始 慢慢的去意識到所謂的 台灣他好像不是 他是不是有一個佔領的狀態 他是不是一個流亡的狀態 這個政權是不是流亡的政權 他是不是一個殖民的國家 因為我們從來沒有想過 是我們會是一個殖民的國家 不管在我們的教育當中 或是在我們的家庭 在我們的社會 我們從來不會去意識 不要說意識到 從來不會去接收到這樣相關的訊息 我也是漸漸的才去開始提出這個質疑 那我覺得說這些當然有很多的歷史因素 可是當把歷史因素釐清了之後 我們不管是現在好 過去有10幾年來 台灣獨立這四個字 好像是像是一種過節老鼠一樣 就像這幾天那個小人舉牌那個 大家在捷運站那個 然後有人就去玩嘛 去玩說 國民黨沒到台灣不好 或者是說 台灣就說一邊一邊 直接這些東西 可是台北市政府就有什麼原因 他說民眾要理性 為什麼這是一個不理性的 為什麼台北是不理性的呢 如果說我們去那裡打仗說 台灣中國 就是中國統一台灣這樣 那我們好像能夠想說 台北市政府可能什麼都不會講 這很奇怪啊 那明明這樣子一個主張的東西 為什麼會他被多年下來 他是一個汙名化的 可是我們覺得在說 今年不管說是318 或者是在今年開始突然間 所謂的台灣獨立這種字眼 他變成是一個正面的 而且他是一個顯學 就覺得很莫名其妙 其實有時候覺得很莫名其妙的 突然說講這句話 變得是還滿光榮的 好奇怪喔 那我們就開始回去思考說 那我們為什麼要談台灣獨立 那我們只講台灣獨立夠不夠 那我們要的台灣獨立是什麼 那我覺得在講 要去談論說 我們要的台灣獨立是什麼樣的 它是不是一種 我們屬於自己的生活模式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就變 所謂的佔領與流亡就變得非常的重要 我們必須去回去到歷史的源頭 去想清楚為什麼我們今天會面臨這樣子的困境 那我們接下來要怎麼做 我希望我們不只是在這裡找到答案 我們回去的時候可以每天在自己的生活當中 去找尋關於台灣獨立的答案 那時間也差不多 那我們今天就把麥克風交給我們今天的主持人 好 因為我跟他比較熟啦 所以他只要講的東西我可能都聽過了 而且可能還滿常聽到的 那我是第一次聽到林辰老師的演講 那我們覺得說 那我們就期待今天兩位可以 給我們一樣什麼樣的就是討論 那待會大家想想的時候 到最後我們可以提出一些問題來 大家來討論一下 那我們歡迎我們今天的主持人 來討論一下